吴宁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大花林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花林省政府在25号的时候 举行了输压按摩室的接牌仪式 那么将这个按摩室命名为输心方 而这个服务是推动了EPA 员工的协助方案而建制 营造友善的职场照顾员工的身心健康 衛星人言行章代表现场举政为清零现场主持戒牌仪式 他表示县府每位员工都是花林中央的资产 照顾员工的身心健康 一直是县府积极推动的工作之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 县城街的公务员要能武能武 要十八班武艺 要处理很多工作 又要生活平衡 导致压力日渐增加 为了介绍员工的压力 县府提供更多的输压的管道 这个非常感谢花林县政府 我们的县长许臣卫许县长 特别关心我们的员工的身心领的健康 以及我们事项者促进他们的就业 在这里呢 今天苏星坊的开幕 就是让我们事项者 还有我们的员工 来这里做一个很健康的按摩 然后让他们在工作上面 都可以更加分 然后针对我们事项者的部分呢 在他们促进他们的就业 也带给大家在有爱无爱的这个世界 让世界更美丽 让我们的这个事项者能够走出来 然后让他们可以让更多人看见他们 谢谢 欢迎县政府人士初遍老师 县府与圆诺合作 安排嘉一科医师 苏星房住点提供员工健康咨询服务 打造多余的局面 有健康的员工 才能够为花莲这块土地 为花莲相信提供更多的幼稚服务 记得专闻华收到 下